记者邱志柔屏东报道,高雄市林园区年约58岁的曾姓男子,6月27日开车前往竹田乡大同农场附近大镇捕鱼后失联,家属向远警报案后迟迟未寻货,热心民众得知消息后,在网路上号召空拍机同号加入协巡航列,今天上午空拍机顺利寻货失踪男子一体, 现场由竹田消防分队协助,并于9点45分将失联的藏男一体,从港东二号桥打捞上岸,热心的协巡空拍机团队透过网路联系,今天上午兵分两路,一组从竹田搜寻,一组从看顶搜寻,上午约9点多在看顶箱与新园相交界处的港东二号桥,空拍机发现疑似失踪曾姓男子的身影, 立即将映像传回消防队,竹田消防队获报后整队前往竹田消防分队小队长郭正义说,热心民众与消防队同步进行搜寻工作,民众拍到疑似失踪者代替后立即与分队联系, 消防局出动时车8.23人次前往搜索救援,现场发现已无生命迹象的曾姓男,以面朝下的方式浮在水面,遭布带连等水生植物卡在港东二号桥, 消防人员于9点45分将曾姓男一体打捞上岸,协助出动空拍机的审幸民众说,他们透过朋友知道需要寻人的消息,于是在网路上联系集合地点, 今天上午兵分两路共出动四,五台空拍机,很顺利出动不久就找到人,他们是一群空拍机同好,平常有各自的职业,每台空拍机价值约20万元,但他们希望除了拥有空拍机,也希望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,平常除了在高屏地区是非,看到有相关协讯需求, 他们也会透过网路社群号召,联系,加入协助行列。